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守住这五样东西 晚年才能幸福 一 守住一个窝 紧窝银窝不如自家的草窝 人到五十 我们已经渐渐的老了 在这样的一个年龄 我们要为自己的往后余生做准备了 如果在这样的一个年龄 我们混得不是很好 甚至还陷入了落魄的境地 那我们就要关注自己是否会老有所居 人老了 总是想能够拥有一个安居乐业的地方 安安静静地过弯余生 如果人到五十的我们陷入了落魄的境地 那我们一定要注意 千万不要把自己唯一的住所都卖掉 而是要懂得尽量留下一处可以提供给自己养老的地方 这个地方即使是乡下的老家 即使是一处小小破旧的老屋 但只要能够好好地休息一番 那在我们老去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老有所居 不至于寄人篱下 甚至四处漂泊 晚景凄凉 所以 人到五十 我们在落魄 也要懂得努力守住自己的一个窝 二 守住事业 一记在手 吃穿不愁 人到五十 如果我们落魄了 人生陷入了某种困顿中 那我们更要注意 一定要好好地守住自己的一份记忆 一份职业 这份记忆 即使只是一份简单的劳动技能 但是 我们却可以在自己落魄的时候 靠着这份技能 利用我们的劳动 获取养家糊口的薪资 努力让家人过上温饱的日子 然后 大家一起努力 去慢慢地熬下去 总有一天 我们会找到新的出路 从而让我们的家庭 重新兴旺发达起来 如果人到五十的我们 身无一技之长 那么 我们就很难找到谋生的方式 到时 生活陷入困顿之中 日子会过得无比艰难 所以 人到五十 我们在落魄 也要懂得好好地 守住自己的一份职业 或者一种劳动技能 才能确保我们在落魄的时候 不至于陷入走投无路的困境 三 守住感情 落叶之秋 落难之友 朋友如此 爱人 也是如此 在我们身边 我们常常看到 有些感情不好的夫妻 在一方落难的时候 往往往会出现夫妻 本事同林鸟 大难临头 各自飞的悲剧 人到五十 我们已经和自己的爱人 走过多年的风风雨雨 多年的夫妻感情 是很难会被一些打击拆散的 但是 一个人在落魄的时候 往往心情不好 有时候 会把气撒到自己的爱人身上 这时候 就很有可能出现 夫妻矛盾的出现 一旦矛盾不可调和 那么 就很有可能出现 夫妻分散离崩的悲剧 所以 人到五十 我们一定要守住自己的婚姻 再落魄 也要好好守住自己的爱人 千万不要让自己的爱人 因为受到莫大的委屈 而忍痛离我们而去啊 四 守住健康 在人的一生中 五十岁被视为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这个年纪意味着离退休不远 也意味着身体核心里的变化 在这个阶段 我们应该特别注重 保持健康的身体和健全的心态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这句话对于五十岁的人来说 更为重要 在这个年纪 许多人开始出现 与年龄相关的健康问题 比如关节疼痛 血压升高 视力下降等等 因此 保持健康的身体 成为五十岁以后 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到了五十岁 新陈代谢开始减慢 身体对营养的需求 也发生了变化 我们应该尽量避免高糖 高脂肪和高盐的食物 选择富含纤维 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物 如新鲜蔬菜 水果 全穀物和低脂肪乳制品 此外 要保证足够的水分摄入 避免脱水 对身体的不良影响 同时 保持适度的运动 也是非常重要的 适当的运动 可以增强心肺功能 强健肌肉 改善血液循环 和增强免疫系统 五十岁以后 我们可以选择一些 适合自己的低强度运动 如散步 慢跑 游泳 瑜伽等 此外 定期进行体检 也是必不可少的 可以及早发现 和治疗潜在的健康问题 五 守住本心 老刘今年五十六岁了 再过几年就退休了 可是他 今年已经住院两次了 他一直有心脏病 不能生气 可是他 就喜欢生气 上个月二号 他的儿媳妇从广东回来了 开口就要五十万 儿媳妇想在东关买房子 老刘辛辛苦苦一辈子 也没有存款五十万 他觉得媳妇太不孝顺了 很生气 上个星期二 老刘过生日 亲戚朋友都打电话问候他 还有几个亲戚来看望他 本事是一件喜事 但是老刘的表弟 对老刘说 最近我手头很紧 借了你的钱 过几年再还吧 表弟借了老刘一万块钱 已经过去三年了 也没有还 现在又要赖账 老刘很生气 人过五十 应该心平气和过日子 你要明白 生气最容易导致身体不健康 生气也会毁掉自己的幸福生活 不生气 以后的日子才会越过越顺 其实任何事情 换一种角度看就大不一样了 就不会令人生气了 如果老刘理解儿媳妇的难处 就会觉得儿媳妇的要求 也是迫不得已的 儿子儿媳在东莞奋斗了很多年 也不容易 有买房的想法 是好的 应该支持 如果自己没有五十万 那就少支持一点 也可以 一家人可以多商量 老刘的表弟 就是一个二流子 借钱给他 就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现在他不还钱 也没有关系 大不了 就是花钱买教学 学会了换位思考 就能够理解别人了 也会看透自己 当你耿耿于怀的时候 你就当好旁观者 你会发现 做人就简单多了 心安了 后半生的日子 就过得幸福了 人到五十 我们已经进入了人生的下半场 在这样的一个年龄 我们很多东西 都要懂得看淡和放下了 人到五十 我们要懂得修身养性 更要懂得守住自己 一颗淡净若水的心 去好好地面对生活的酸甜苦辣咸 用我们波澜不惊的心态 去面对生活的挫折和打击 人到五十 如果我们还处在落魄的境地中 那我们也不能丢掉我们的初心 忘掉自己当初的梦想 在学会努力爬起的时候 我们还要懂得用重炉不惊 看亭前滑开花落 许留无意 望天上云卷云梳的心态 去迎接下半生的风风雨雨 只有这样 我们的余生才不会过得悲苦 过得孤寂呀 在大多数人眼中 善终才是一个人最好的结果 大富大贵比不过安稳一生 高官厚禄比不过福寿到老 在二十岁之后六十岁之前 我们都需要为了事业和家庭而打拼 也不知道要追求什么 反正就是哪里有坑田哪里 这种不知追求什么的情况 一般会持续十几二十年的时间 有些人到了四十多岁 依旧不知道自己要追求什么 只能说这是悟性不够 也是世间大多数人的常态 记得有一位富豪问幕僚 我这一生的目标 只想流方百事 到底需要怎样做呢 而幕僚摇摇头 坦言自己也不知道 其实我们没必要 有什么流方百事的想法 哪怕富豪再有钱 也都会有消散一空的那一天 这世间的资本都是会流动的 对于普通人来说 没必要追求什么大富大贵 能够拥有善终就圆满了 而人的命到底好不好 关键就得看六十岁那一年了 六十岁之前 大多人都在工作 都会为了名利事业而打拼 在很多人看来 拥有了名利 才算是拥有幸福的人生 但是所有的功名利路 在六十岁之后 就消失不见了 曾遇到过一位高管 他如今退休了 公司里面 也没有人记得他了 后来他才感慨 什么权势地位 终究会成为过眼云烟 自从六十岁退休之后 这位高管就一直闷闷不乐 为何 因为他的人脉不见了 他的地位没有了 连他一手提拔起来的下属 也都忘了他了 人走茶凉 人生很现实 有一位大城市的处长 退休之后就直接抑郁了起来 自从他退休了之后 又有人接替了他的位置 以往他的努力终究换成了幻影 无论是谁 只要退休了 那肯定会被人遗忘 如此太纠结于以往的得失 那活得不幸的 终究不是别人 而是我们自己 六十岁就是一道坎 很多人斩不断个人的名利之心 直接倒在了这道坎上 而有些人比较淡然 自然可以跨过这道坎 重获新生 也许世人匆匆忙忙 一辈子的事业 终究会在六十岁这一年 付诸东流 一切都带不走 人到六十 你的命到底好不好 往往取决于这四样东西 一 牵挂之人 看过这么一则小故事 说老头子年轻的时候 看不上老婆子 日子凑合着过到了暮年 操劳一辈子的老婆子 先踏一步走了 在老婆子走后的第一年春天 老头子就患上了老年痴呆 那年的情人节 他拿着一支玫瑰 在老婆子的坟前哭得像个孩子 于秋雨说 吹烟起了 我在门口等你 夕阳下了 我在山边等你 叶子黄了 我在树下等你 月儿弯了 我在十五等你 细雨来了 我在伞下等你 流水冻了 我在河畔等你 生命累了 我在天堂等你 我们老了 我在来生等你 能厮守到老的 不只是爱情 还有责任和习惯 常常听老一辈说 少来夫妻老来伴 这话总会出现在 闹别扭的小两口耳边 但凡是来劝和的过来人 基本上都少不了这些话 过程一家人不容易 老了就懂了 事实上 这句话对年轻人而言 几乎起不到任何作用 甚至还会起到反作用 正所谓出生牛犊不怕虎 人在年轻的时候 胆子是大的 什么都不怕 觉得自己可以搞定一切 完全没必要迁就对方 于是年轻时 无牵无挂一身轻 待到年老后才默然发现 身边之人都成双成对 唯有自己形单影之 内心不禁泛起一片荒凉 人到晚年 父母故去 子女成家 能留下来作伴的 唯有那个年轻时 横竖都看不顺眼的怂人 二 毕生积蓄 没有积蓄的晚年 注定会伴着淡淡的凄凉 哪怕子女再怎么孝顺 她们也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子女 生活于谁而言都不容易 想要万年自在 手里得留点小财 传统的长辈 都是将子女的需求 放在第一位 父母爱自己的孩子 本没什么错 若过度地付出 甚至失去自我 就会酿成大错 为人父母一定要明白 孩子总有一天会长大 他们总要担起自己该担的责任 对他最好的帮扶 就是教会子女如何面对风雨 如何躲避风雨 以及如何在风雨中成长 几年前就有孩子控诉其父母说 您剪掉我的翅膀 却怪我不会飞翔 有时候钱财不是什么好东西 孩子不能没有安全感 但也不能拥有太多的安全感 生活太过安逸 就会失去斗志 大部分不孝子孙 并不是不想尽孝 而是没能力尽孝 正所谓授人以鱼 不如授人以鱼 与其掏空老本支援子女 不如穷尽毕生所学 将孩子培养成优秀的人 人到暮年为自己留点养老钱 不仅是以防万一 更是避免给子女制造麻烦 三 家庭氛围 人到六十就图个家庭和睦 家庭氛围的好坏 直接决定了晚年的生活质量 一家人在一起就应该和和乐乐 若一家人都板着脸 哪怕再怎么富有 也难感受到幸福美满 老年人容易孤独 良好的家庭氛围 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心理上的孤独感 平凡的世界里 孙少平的奶奶 也就是孙玉后的母亲 是个又聋又糊涂的老人 她一辈子经历了各种斗争 糊里又糊涂 她对生活的认知 只能通过对家庭氛围的感知而来 这才导致在王满淫阴卖老鼠药被抓去公社劳教时 被她误会成少安上前线打仗 人没了 见儿媳妇和大孙女抱头痛哭 老太太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象 跟着哭的死去活来 直到少安到家 才弄明白是个误会 老太太长出了一口气 疲倦地闭住了眼 洛瑶在书中写道 像往常一样 她即刻进入了一种无意识的状态中 这就是家庭氛围对老年人的影响 四 身体健康 生老病死是自然的规律 不论你是谁 都无法逃避 最终都要面对这一天 身体陪伴我们操劳了大半辈子 很多器官早已开始走下坡路 这时候已到了该出各种毛病的时候 眼花耳鸣 对于六十岁以后的人来说 都是正常的现象 年过六十 对一个人来说最大的威胁 就是身体的健康 决定此后余生的过法 身体是关键要素 年轻的时候 不懂得爱惜自己的身体 往往过度的放纵 到了年老时就会付出相应的代价 六十岁 一部分自律的人身体还没有大的毛病 坚持锻炼和保养 多半不会影响到日常的生活 小毛病无可避免 要懂得这是年龄带来的必然 遇到身体生病的时候 抓紧时间就医 以免小问题拖大 造成无可挽回的后果 人就要学会福老 到了这个年纪 别再死撑硬扛 要知道 唯有身体健康 才可能晚年不成为儿女们的拖累 也给自己 挣得足够的体面和自由 在如今这个时代 我们都认为 只争朝夕才是真理 殊不知人生漫漫 争长久而不争一时 才是真相 有些人只争朝夕 还未到五十岁就走了 就算他是亿万富豪也没有用 有些人只争朝夕 还未到四十岁就倒在了电脑前 就算他拥有好的工作也没意义 对于普通人来说 既然我们在短时间内跑不过别人 为什么我们不做一个有远见的人呢 争长久而不能争一时 人与人之间没必要比谁赚得多 谁赚得少 只需要比六十岁之后的生活 那就足够了 大多数人前半生过得不错 后半生过得悲惨 连一个真心相待的人都没有 那这样的后半生 有跟没有又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说人生其实不求什么 只求安康和善终罢了 尤其在六十岁那年 如果你心态不错 身体还行 有点小钱 那不就幸福了吗 退休之后 生活的圈子陡然变小了很多 有的人很是不习惯 总还想着要延续往日习以为常的一些东西 殊不知 这种一厢情愿的做法纯属自讨没趣 尤其是以下几个地方 能不去就不去 免得给自己添堵 一 退休后 别再去邻居家串门 生活中总有一类人 他们闲来无事 喜欢与人东家长 西家短的 互相聊八卦 若街上无人 并要直接串门去聊 还有些人 一天到晚闲不住 受委屈了 要找人诉说 高兴了 要找人交流 遇到问题时 要找人求助 仿佛生活里 不能没有别人 他们最爱做的事 就是隔三差五的 去别人家串门 从天明聊到天黑 直到困意来袭时 才不甘心的散去 然而 这还不算 说不定一些人 还会留下一句 最令人窒息的话 明天继续 对于一些 本就不喜欢 与人闲聊的人来说 这句话 无异于地震前的报警声 每时每秒 都让人陷入恐慌 又带着无法拒绝的宿命感 可怕极了 小刘就经常 为这件事而恼火 因为邻居大姐 总是晚上来家里串门 而且一待 就是几个小时 本来小刘只是 不喜欢与人闲聊 没有特别排斥 奈何 周大姐光临的次数 实在太平凡 实在让她 烦不胜烦 更重要的是 周大姐带来的 都是毫无意义的话题 比如 谁家夫妻吵架了 谁家的孩子 找到工作了 谁家又买房了 这些话题 对小刘的生活 没有甚何作用 听多了 还心乱如麻 白白浪费时间 为了孕妇周大姐 她已经好几个晚上 没有好好扶到 孩子做功课了 每次看到孩子 都随着自己 睡得那么晚 她便愧疚难当 可她又能怎么办呢 梁家做了十几年的邻居 总不好开口 念别人走吧 无奈之下 小刘只能带着孩子 去娘家住了几天 希望刘大姐 多次上门碰壁之后 能够明白 她的良苦用心 邻里之间经常来往 本是好事 但实在没有必要 频频向别人 倾诉无聊的话题 毕竟 别人也不是垃圾桶 而且人与人之间的 悲喜并不相通 说多了 别人也未必 能够体会到你的心情 不如独自消化 尤其是对于 成家立业的中年人来说 晚上可能要一家团圆 陪孩子玩耍 夫妻之间 也要交流感情 比起说不完的 八卦笑话 这些才更重要 如果你能够 适可而止 就是对别人 最大的理解 我相信 现实生活中 很多人并无恶意 只是喜欢分享和讨论 但不是神人都是如此 到了这个年纪 更要学会照顾别人的感受 以免被人嫌弃 邻里之间 家长离短 有些事无需挑明 大家心知肚明 有些话 哪怕想要圆个场 却怎么也收不到 对方的心坎上了 总而言之 一旦和邻居家 各种条件相差太远 就更不要联系了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各自安好 就是最好的尊重 二 退休了 就不要再去原单位了 有人混迹单位几十年了 甚至一辈子 都只在一个单位 除了家 最熟悉的就是单位了 与同事相处的时间 比和家人相处的时间 还要长 对单位的感情 自然是很深的 在交还办公室钥匙的时候 很多人难以掩盖不舍之情 对此 负责此项工作的员工 也会做个顺水人情 邀请他们 随时回来看看 对于这样一句客套话 当时听着 疏心就好 没必要当真 那些退休之后 还不时回 严单位的人 会发现 走到哪里 自己都是个 彻头彻尾的 局外人了 哪怕此前是单位一把手 除了收获前同事们 几句招呼之外 就是无处安放的尴尬了 行上任的领导会觉得 被人干预 老下属们 既不敢过分表示亲热 又不敢不恭恭敬敬 从前被自己嫌弃的员工 则会当作没看见 连招呼都不打一声 也许只有这个时候 才能彻底看清楚 自己当年的疏忽 狂妄 自大所酿成的后果 人与人共事 只是一阵子 但感情却是一辈子 无意中得罪了人 人家或许会记恨一辈子 此时 不要再见面 才能避免 有些矛盾被重提 有些闹心的事 又涌上心头 而如果是个普通员工 你会发现 从前自己被人瞧不起 现在 依然还是被人瞧不起 丝毫不会因为年龄的增长 而相应的获得权益 真正活明白了的人 会十分珍惜退休之后的时光 在自己老的哪儿也去不了之前 针锋夺妙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有人热爱读书 便收拾好家中的书房 读书写作 抄写经书 在一脉书香中 沉淀智慧 涵养心机 活得愈发从容淡雅 有人热爱运动 便约三五好友 组成健身团队 练习太极拳 骑上山地车 出入健身房 在晖汗如雨中 感悟生命的跃动和精彩 有人加入广场舞大军 在明快的节奏中 和翩翩起舞的人群中 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当一个人真正静下心来 写下沉重的生活重担 有足够的时间 有足够的金钱 去支撑起属于自己的生活 这才是幸福的真谛 三 退休了 别去和原单位 有业务往来的单位 有一些单位 秘密比较多 并且涉及到一些单位的效益 如果你到处去晃药 有可能把原单位的秘密 泄露出去 导致单位蒙受损失 比方说 有的人在退休第二天 就被和原单位 由业务往来的单位反拼了 因为存在经济关系 因此他在上班的时候 难免有泄密的嫌疑 做人要讲究职业道德 不管原单位有多么不好 你也要心存感恩 毕竟 因为有了单位 你才能够有退休养老的机会 如果你觉得自己还年富力强 需要再找一份工作 也要尽量避开和原单位有瓜葛的单位 如果非去不可 也要和老领导沟通 避免在以后的工作中 遇到老同事发生不好的摩擦 四 退休后 专心做自己 才是最惬意的事 离开职场 很多人会陷入无所事事的状态 希望能够重新回到热闹的生活氛围里去 也有一些人 因为失去了职权 脾气变得很不好 难以适应普通人的生活 其实 与其继续折腾自己 不如坦然接受自己 人生就是一个过程 上半程慢慢往上走 下半程慢慢往下走 回到生命的某个原点 退休的人 最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撕掉各种伪装 把自己放入人群之中去 就像大自然里的 一花一草一样 开开心心成长 有没有人欣赏 都没有关系 退休的人 想要过上好日子 就要认真经营一日三餐 培养好自己的兴趣爱好 读一本书 种一盆花 养一条狗 看一道风景 生活充实了 就不会想起想疤了 曹操说过 神归虽瘦 悠悠惊失 老季福利 志在千里 能不能安度晚年 关键在于你的心态和选择 而不是沉浸在过去的岁月里 不可自拔 看淡潮起潮落 换一种生活方式 就会有别样的精彩 在根坛中写道 天地有万古 此身不再得 人生只百年 此日最易过 信生此间者 不可不知 有生之乐 亦不可不怀虚生之忧 意思是说 天地运行 万古不变 人的躯体 不能再得 人生不过百年 每天的光阴 最易挥霍 侥幸诞生在天地之间 不可不知 生活的乐趣 不可蹉跎 岁月虚度一生 退休 对很多人而言 着实是新生活的开始 因为 此前的工作 太辛苦了 为了谋生 为了多赚点钱 不知道放弃了多少 陪伴家人的时间 加班加点 攻坚克难 让知己 与工作 与单位 与同事 紧紧地 捆绑在一起 终于 可卸下所有的重担 一生轻松地 只为自己而活了 不如好好珍惜 这难得的 惬意时光吧 和心爱的人 做喜爱的事 再也不会 把时间浪费在 无关紧要的 神和事上 不该说的话不说 不该去的地方 不去 哪怕往来的人际关系 越来越简单 能去的地方 也屈指可数 但内心的宁静和风吟 却比任何时候 都更多 这就是满满的幸福呀 今天的分享 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